朴隆平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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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歡迎大家來參加 台大園住民族研究中心 這個學期,2004年9月開始的這個學期的第一場演講 我們這個系列會有兩場演講跟兩場座談 那我們今年的這個學期的主軸 整個演講跟座談的主軸 連續我們上個學期開始的一個方向 這方向聽起來有點好像保守 但事實上這裡面充滿了當代的一些關係上 或者不同觀念上有可能的通過 所以王中山老師在這個文化資產 在文化資產這個主軸上更迷了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我相信他對於台灣文治法的立法 跟執行上有非常澄清 一直到現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也參加過一年好像是編那個什麼重要大事那一種 我就知道那就是另外一個範圍 然後有許多的人做了非常久很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之前在人民中心想要做的是 因為我們注意到文化跟法律 文化的發展在當代的國家裡面受到法律的一些影響 那法律的利益它是良善的 希望尤其針對原住民而言 希望是幫助他的文化保存與發展 可是在實際上是法律的執行上面 有時候會有些困難 有些是背道而適 適得其反的一些情況 那我們這個學期的兩場 最後的三場 一場演講跟兩場座談都是實力 下一場的話會是汪兵衛老師談戰 其實鄒族跟邰雅斯基的一個 這個在文字法下怎麼樣的根據 然後怎麼樣他們繼續做他們的重要的記憶 那再來是我們有一場是 其實是有一場下面馬上的一場是 古龍五年記 我們這兩場都用作談的方式 就是談說國家跟部落之間的 部落記憶發展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說就是從部落的事 轉成為國家的事 這中間如何他有一些碰撞 有一些好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大多知 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 有一些朋友知道 古龍五年記在登錄上 有一個特別的一些情況 那從今年十月二十一號到二十五號 是五年記的時間 現在都在積極的排隊當中 我們就請他們來排隊 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樣子一個文字法跟登錄的 保存單位跟執行單位的登錄 在他們今年的年紀的執行法 會怎樣的影響 會怎樣解決這些碰撞的困難 那我們最後一場是一個成功的 文化資產登錄的一個例子 是五年紀跟矮林紀的一個登錄 然後也是在今年是年底的時候 會有這樣子一個 會有紀念會辦五年紀的 矮林紀的十年大紀 十年大紀當中也會由文化部 有人代表會頒這樣子的認證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文字法實行之下 有不同的跟不同的部落 或跟不同的族群 它的關係 它會產生不一樣的挑戰 不同的因應的方式 所以我們這 這後面的這三場 都是具體的實例 都還很新鮮的實例 或者雪淋淋的實例 那我們要了解這樣的個別的實例 我們前面要有些基礎 今天讓王山老師先站在那邊 去聽我介紹抱歉 就是先幫忙我們做一個準備 我覺得假設大家都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我們是一個系列的認識 那王老師今天就幫我們做一個準備 我們怎麼樣去認識這樣的大的議題 所以它是文字法 文法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文字法跟原住民有什麼關係 原文字法裡面的 跟文型文化資產相關的部分又是什麼 那原住民在裡面 當初曾經是說 原住民的記憶被登錄的太少 沒有被看到 所以這幾年我們看到這個動作 變得比較明顯 那也造成一些困擾 那所以王老師今天我們的標題是 基本形式非常非常的 不知道說人類學還是哲學 那就給我們帶來一個基礎 那王老師 我知道再次有一些是 他多年來的學生 有人第一二十幾年啊什麼的 可見他的魅力到這種地步 他跟我有點分 他是我的學長 我認識他有三十年以上 那王老師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他也寫了非常多的書 他是快手一把 一把快手 那他一個幾個重要的動作 我稍微講一講 我想我沒有辦法全部報告 一個對我而言 我會接觸到 我會看到非常重要 他在刻不換許多年的時間 刻不換人類學組啊 這一方面有打了很好的基礎 他要離開誰吸引他呢 北藝大 他去北藝大博物館 創了博物館所 就創所的所長 所以他呢 是進入同一個實務工作 到了一個 文化學育的這個過程 這也是為什麼 跟在座一些朋友 有一些師生的關係 那北藝大之餘 然後他還做了文化資產 這是非常非常 影響台灣政策的一個時刻 做了許多的事情 所以擔任文資學院的院長 那在之後離開鐵壁大 這大概沒有太多年時間 有沒有三年 去年而已 到了銅甲大學 這個我就記不住 因為我認識非常新的 銅甲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的教授 另外跟這個 剛剛問了一下 跟這個所並行的 另外一個非常研究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中心 叫做亞太國務館 國務館學與文化研究 這個中心 在王老師目前也擔任 擔任這個中心的主任 當這個名字 我們不是那麼熟悉的時候 表示他正在發展中 這一次充滿了機會 那我們也聽聽看 在王老師在這個範圍 跟成了這麼久 他現在有一個新的方向 他幫我們介紹幾本行事 我想我們會受過很多 我們歡迎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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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老師的介紹 幾乎應該介紹的都講到 沒有遺漏 沒有遺漏 也許等一下我從稍微遺漏的地方 開始講 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來參加這個演講 我的主題是無形文化遺漏的基本形式 跟剛才王老師在介紹的時候 有一點關係的 的確是今天的演講 希望從一個比較清楚的面向 來面對無形文化遺漏的這個問題 我很早就參加相關文化遺漏 包括保護、制法、指正的推動 在部落裡面等等的行動 可以找到大學大事的開始 從我的老師開始要擔任 文件會第一任主委的時候 我們就整個被捲入了 當時就已經開始受到一些影響 覺得年輕人的學家 在1980年代開始 人的學家對於部落的關係 對部落去建構民族制的關係 可能要有一個轉向 對部落文化的這個範疇 可能即將會面臨一個 從1980年代開始 大學畢業是1980年 英國70年 剛好整整就是1980年代開始 那時候當然世界正在巨變 特別是新自由主義 強力的介入這個世界 到現在很多問題都是 新自由主義引起很大的變化 雷根才竊相繼執政 對於政治經濟產生影響 對於文化的影響 也產生極大的影響 但是當時呢 我的老師 除了第一任的文件會主委 陳秦悟 文老師準備要去當文件會主委 然後導臨這群學生 就捲入了 開始進行第一個步驟 先去做調查 對於台灣到底有什麼樣的文化遺產 進行文化遺產 進行文化遺產 有兩個分工 一個分工是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 人學性負責台灣的文化遺產 調查 政大負責中國大陸文化遺產 在台灣的調查 中國大陸文化遺產 在台灣的調查 為了兩個部分 主要的目標 就是當時在文件會 一開始的時候 就希望要去了解 有一個領域叫做 文化遺產 做了一個類學家的文件會主委 當然清除 這樣子的一個領域 將來在推動文化建設 文化發展的時候 他一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要推動這些事物 第一件事情就先要掌握 台灣到底有什麼樣的文化遺產 當時是做了一個調查 非常幸運 我們在當時大肆就開始 加入了這個調查 連續做了好幾個 台大也出了好幾個書 這個調查的內容 目前人數不高等 一號部長 我們會講說 這東西過去做的調查 我們完全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又重新重來 在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當時我們有一些 學生開始在思考 假設整個社會 因為由某個部會 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 對於文化遺產 產生了一個 要去護衛他 保持他的動力 要去立法等等 我剛才講說 受到世界潮流的影響 就是 南日UNESCO 教科維組織的影響 開始要來保護 研究文化的人類學者 學家或學生 不應該自稱度 應該要對於這件事情 也要開始有一點 氣圖性 當時我很少 就對於這個議題 有關氣圖性 第一篇 我處理宗族的戰績 其實是站在文化遺產廣傳的 這個角度 發表在民俗群立 很早 三集 就是那時候發表的文章 當時就是 除了做調查之外 當然 對於一個人類似的 學生來說 文化的訓練 讓我們有異文化的事 當時雖然在文化建設委員會 剛成立的時候 開動的是 台灣的民俗文化 當時的文化建設委員會 當時的文化建設委員會 當開始沒有什麼 原住民的概念 原住民的想法 所以他要是要推動 民俗文化 如何保存 證明老師 上台之後 有一些政策 就朝這個方式去發展 他的論述 也都跟民俗文化有關 但是我剛才提到 因為人類系的學生 原住生 開始接觸到這樣的範疇 公化的訓練 實際人認為 可能不只是只有 漢民民俗的領域 要進一步地去保護 在世界的潮流影響之項 不是只有漢民民俗 要去做保護 必須要跨到另外一些文化的領域 尤其台灣是一個 龍化多樣性之島 台灣的文化多樣性非常的豐富 最大的保障就是這個文化的文化 如果要在世界的文化發展 有一些執筆 的話 這個文化多樣性 就必須要去做認識 要把異文化概念 帶進了文化的寶圖 把文化多元性的概念 帶進了文化的寶圖 其實很早之前 我們就會去思考 到底 從西方一套 文化遺產的概念 進到非西方國家 西方的寶圖 到底 這個文化概念實力是 有沒有一個普通的 基本的形式 是西方的 發動的文化遺產 的概念 但是碰到了非西方國家 可能跟這一套文化 完全是不一樣的 以前在 進到大學的時候 我當然在研究所 剛開始的時候 我還參加這個調查計畫 我當時都做了民俗的一個調查 所以我在 布袋戲歌展戲 海影戲 林間戲 我在雕刻工藝 在文庄的打造 我在紫紮 我在做公司也 跟思感邦 思感邦 怎麼樣跟聚落 掌聲關聯繫 我下兩大工作 我負責的區域 就是台南跟澎湖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是我自己選的 如果要做民俗文化的話 那 龍湖看起來是我的家鄉 所以我覺得 他以文化上的量重 他實際上是重要的 在整個漢人營運 或者整個漢人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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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這個區域 這個 台南 現在台南市的市長 正在 過去認為台南是一個重要文化制度的概念 他在打造 台灣的文化制度 就是台南 他不只是認為 他跟金洞一樣無老 這根本還在什麼 這個在論述 這個 這個 台南的文化 可以遠到此前時代 所以 台灣原住民的文化 恐怕要講起源 恐怕要到台灣去找 他花大力氣 還有蓋國務本 這個國館也引申出 很多的相關的調查 一個一個蓋國務本 台南是目前台灣 所有的武股裡面的首長 最有信息蓋國館 賴清德 當然這不是說 真的是蓋那個 空殼子而已 還有我們 傳道文化的思維 正在做這個事情 當時我在選擇 調查的地方 從原來 我還能摘太多點 這個 現在也正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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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我負責了 這個地區 做了一些調查 但是我進到研究所之後 進到研究所之後 照顧到一些重新思考的問題 其實最大的一個轉變 來自於我是文老師 現在在京大 一直在說 同學家應該要建議 對於這個 新疆主義 對於社會的衝擊 這個研究的黃玉玟老師 當我在做漢人的民俗文化的時候 他說 這些雕蟲小技 這些雕蟲小技 需要我們去做 石山雕刻 打蛇結等等 照網傳 這是雕蟲小技 但是我剛才知道 這個 老師是有學問的老師 所以他當頭辦課 一定不是說 他在做一定會覺得 怎麼會懷疑民間的文化 民間藝術 或民俗藝術 沒有資格看守的呢 他一定不是 他一定在講其他事情 接著下來 這是第二種小技 第二件事 你還要問 你做自己的文化 的一個理解 你做自己的文化的理解 你會不會 遇到很多的 人類學家 希望突破的 一些 潛入為主的觀念 對嗎 做自己的文化 因為有些東西 看守了 左腳抱大 你不會問他為什麼 你需要有一個 從新的觀點 就是他的重點 如果你要真的對於 民俗文化 有新的觀點的話 你必須要跳破開來 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待著民俗文化 在當時的這些思考 這當然讓我們 就覺得 這個20度轉變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新的文化的訓練 所以就開始 走向民俗民文化的 有一個認識 從1980年 70年 進到民俗所之後 就開始 做民俗文文化 這個開始 這麼久之前的意思 就到現在 我們在推動文化一展 保存的時候 還是三十年過去了 臺灣的 特別是 執行 執行 文化藝廠 保存 這些專家 或者是說 我們一定會 雖然文化部的 這些 文化的 執念人員 幾乎沒有什麼進步 所以今天其實 拿這裡來看 我們看到 這個雖然剛才 這個 黃老師也提到 我們現在有 我覺得你們都抬頭看 可能四次可以採取一個 平行的角度 這是四萬九下 這個有點 不是 太接近這個 我的學生 可能 他 他剛剛 這個 聽了一堂課之後 就決定不休了 所以他看到我會 非常的 臺灣 現在 無形化遺產 正在被保存 但是 碰到一個 巨大的問題 就是 不同文化 對於文化的遺產 其實有不同的定義 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這些 原住民族 在想像說 到底要不要接受 這個 文化部的受政 說認定 這是無形化遺產 被遭到一些困境 其實跟這個文化的定義 有非常大的關係 也就跟文化的邏輯 其實產生了一個 非常大的 因為文化的內部的一些現象 使得 我們面對 這個 文化部的推動物質 他會抵抗 所以我們今天 就要講 這個抵抗 可能內在於文化 可能內在於 社會組成的方式 文化遺產 不會是 只有一些事物 Themes 他涉及到 這個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社會組成的原則 他不會是 單純的 一些 表面上的物件 表面上的衣服 這個 歌舞的形式 就被保存 是讓他涉及到整個 文化的 這個 以他為基礎的 一些社會關係的 一個 一個 在 目前 我們看到 國家 有幾項 這個重要 這個 無形文化遺產的 這個指定 但是呢 在這個 講說 有幾個 文化遺產 指定這樣的敘述 其實 文化部 現在所使用的名稱 並不適合使用 他使用的名稱是 重要民俗 及 有關文物 保存項目 民俗 有關文物 也許還好 民俗 這個概念 剛剛提到 三十年前 歷修 他應該是 看出 這個東西 其實是 會不會產生問題的 這個從 漢人所 制定出來的 文化遺產的項目 範圖 跟他概念裡面 就很顯然 在 文化遺產的 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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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和媽祖的禁鄉 朝天宮寅媽祖 媽祖在目前指定的巷裡面 五三大巷 這三大巷也跟中國自然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國兩制的一部隊 目前台灣唯一進到世界化一場裡面 吳姓外城就是媽祖的一個姓名 東港東龍宮鷹王平安紀 2011年被指定的中央民署有關的 跟鷹王有關的 今年被指定的南昆森 南昆森的鄉棋 近鄉棋 從10月初到今年11月 因為時間全城各地的王爺都大集合 近到南昆森 實在蠻壯觀的 你可以看到七百座上千座的王爺 同時回到南昆森 來再充電 近鄉有重要的意義 每次近鄉 每次回到土廟幹什麼 要從你出去的主廟來增加 你到那邊 讓他拜幾天 拜一拜 繞繞繞繞繞繞 過一過箱子 來 就跟那個金鼓電池一樣 開始 靈律就來了 靈律充滿再回去 但是他又靈律消失 靈律又會再來 所以這個竹箱起 一連串的就一直在進行 其實媽祖的這個竹箱繞繞 其實也有這個主要的意義 就是從本尊所分出去的分身 你要如何證實分身 永遠有本尊的力量 他必須要回到他的這個分量 這個分離的量去做這個竹箱 來一個活動 還有東竿 東竿 台南東竿 慰軒市的 源佛組繞繞繞繞人 這幾乎比較少聽到 但是他是非常LP 厚蚀的 這樣的佛祖 相公說的 是官司義amen章 繞繞繞어�歐棱 前面講的是十四項裡 青龛 還有一個金門的銀城鎊 是今年被指定的 這邊一共有 14項裡面有9項 是漢、真正、民屬 但是中間就穿插了5項 5項第一項被指定為 國家重要民屬活動 及有關民屬的項目 是2012年 這個 港口部落的 一滴溪公園記 開始挑戰 中央的文化 漢人的文化 來對於文化遺產進行保護 而一套方法 就是港口 港口拒絕 中央藍瘦政 中央藍瘦政 相對之下 那至於這個情形是如何 我們在提供 這個 黃老師 王明明老師 下一次再講 南安市里被 納入了 有如行化遺產 重要的項目是 部落 然後 這些 之類 出現了兩個不一樣的 對同樣的事情 國家跟他進行不同的表現 接下來在即備手 賽下的營祭 都即將被在今年指定 我剛才算錯了 其實是原重的是4 十個是漢人的 這四個是讓我們有機會 開始來重新思考 文化遺產的保存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方式來進行保存 在進行保存過程裡面 我們可能也要思考 文化遺產或者是無形文化遺產 它的基本的性質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一套放駐於四海而接觸的 像UNESCO正在推動了這套 無形文化遺產 而且被廣泛的被一些國家接受 但是也有些國家不接受 在簽訂無形文化遺產保存的時候 最特殊的是加拿大跟米西蘭不接受 所以這套命文化遺產的保存 所以這套命文化遺產 另外一套放駐於四海而接觸的文化遺產 所以這套命文化遺產 所以這套命文化遺產 這套命文化遺產 其實翻譯成遺產不太好 HERITAGE Cultural Heritage 其實不太好 這套命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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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沒有接觸的 但是有一些具具體的 participants 他也 pondering了 這套命文化遺產 於從美術這個活動 臺灣在接受2003年聯合國的流行文化遺產公約 或是部位公約的過程 西方人在推動文化遺產保存的獨尊 有形文化遺產的出現 有形文化遺產公約 使得過去屬於國家系統的精英的掌權 在對於定定什麼事應該被保存的物件 建築遺跡、床所等 出現了一個出現的思考 有形文化遺產後 在日本人類學的研究面中 開始對於民主社區的多樣化的理問 下廣告決定什麼是特殊文化的價值的內容 剛好開始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過去流行化遺產 在人類學的研究面裡 有幾個獨特的意思 比方說日本的英國學家 吉田縣市這幾年跟北大也非常緊張的合作 其他年,我們在民主學國館簽訂合約 所以學生很聰明年活著班 我們合作研究計畫等等都在進行 吉田縣市長期在非洲做研究 最主要的研究力點是上臨案 近年,除了研究制度之外 也進一步的看看到底文化遺產保存 所管的介入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同時,台灣也有人在思考文化遺產的性質 他曾經以日本伊勢神宮作為例子來說明 伊勢神宮的重要性 伊勢神宮的主要建築是根據相同的模型 相同的模型 這是基田學者,我們學家用字領域改變化的 他就用模型這個字領域來敘述 相同的模型 但不但有相同的模型 也有相同的技術而重建完成 這一種面對一個特定的建築形式 對於特定的文化的觀念 透過模型、透過相關的技術 來達成對於這些現象的一個詮釋 我是日本人在文化裡面 非常獨特的文化的現象 這些現象其實一直連續 連續到現在,他為什麼會有創新 日本文創 日本不再講文創 台灣跟台灣跟英國、英國跟英國一起 但是他認為,英文創 英文創,在聖地這個地方 主要是依據相同模型的技術 重建完成 但是一個建築體 在一千兩百年以後 英文創的時間很久了 有日本古書記、古事記的時間,稍微半一百年左右 日本古書、古事記,認為日本文化可以往上延伸 日本古書記,認為日本文化上延伸是一種文化的建築 因爲他很基礎,所以其實每一年要參拜聖國神社這件事情,我們會長下去,從外國人來看很奇怪,但是從日本人來看很奇怪,而且他必須要做,那不這樣做就不是日本人了,不這樣做,這些權力的包括首相權力的都會被挑戰,不這樣做,整個皇家,日本皇家的存在,是重新要被檢討了,所以他根本就不會放棄, 所以這個神功神社的建築形式,對於台灣的一個國館的發展有影響,我們現在花很大時間在研究這個神社裡面的國館,這樣子的一個形式,對於國館的發展到底是什麼意思,日本的神社國館,對於日本的國館有很大理由, 我們回到剛才說的,在這個柯定的建築在1200年之後呢,他每一年,不是每一年,二十年,他們講二年千功,二年就是二十年而已,二年千功,二十年就有一些新的材料建上去,所以這個原始建築的1200年多年的建築, 在重建使用的資料,這個建築本身,從一開始到現在,一千兩年,但是他現在,做使用的資料,市場只有二十年,每二十年就換一次了,這個情況其實,我們在看這個例子說,也不會跑到你們了, 然後到翁老師來報告Maiasivi的時候,我就知道了,Maiasivi舉行的最重要的古堡,就曾經被文化建設委員會,還有馬力政部,在1980年代,想要把它指定為,國家的歷史建築 古基,那幾位老師都認為,應該要促成這個事情,那有些老師是促成的事情是因為,他認為,用原住民的思考來講的話,有一些這個建築這麼久,如果可以被認定的話,那不是對於原住民的認同,原住民的主力性可以低高嗎?這就是夏祝九老師作為代表,他當時,只聽到原住民要被指定為古堡,張莊所贊成, 所以我後來跟他講說,這古堡都不是你們想像的古堡,三十年就全部拆掉了,沒有一個存在,只剩下,只剩下,只剩下一個留住民,在特副也看到,在特副也看不到,在達方還可以看到,所以剩下了一個四百多年前,從古的古堡,古男子會所,移到新的會所,把他綁在會所上面,只有那個事,根本是跟古堡的會所是結業在一起, 其他的材料全都新的,連行是新的,這個在二十年前,他們還蓋了一個1994年,這個大方的男子會所,居然出現協稱,這個協稱出來的所有建築界的,一片蛙籃,南刀五族的高台式的建築,怎麼可以有協稱?協稱就是因為屋頂很重,這個都是草籃,一成一人的草, 這個在下面的這個鋪,鋪在這個屋頂,屋頂下層的這個草,叫哈利努,就是五結芒,五結芒,比較粗的芒,就是芒草,先鋪,過的時候,上面要用白芒去架它,使得整個結構上面跟防水可以變,但是,這個加起來就最重要, 這一個很重,尤其是在1994年那個重建的,他們想要恢復,這個傳說中的兩層樓建築,我們到庫巴去的庫巴看到,現在已經變兩層樓很高,下面可以走人,兩層樓建築,那兩層樓往上台,又加上屋頂,整個重量就加重了,這個奇怪喔,這個傳說中的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周族的老人,長老人說, 競的收剎那個失明來看,這個發現,有些鑊層的普遍都蓋得起來,然後建的敕建的孔道就提到了,都蓋得起來啊,蓋作一樣,那個樣子 Brust特的重量,這麼嚇人對 mineral facilities。 尤其是面向東北角的一個住址 是整個周族認為最神聖的地方 指向了巴通關乳 巴通關乳是後來我們講的 巴通關土道的名字 巴通關乳是玉山的意思 東北方的指向就是玉山 周族最神聖的方向是正東 所有的建築 包括男子會所建築 只要是周族的概念 無意外都要面向東 周族的東跟西 掌握得非常明確 使得所有的建築 都跟這個思考結合在一起 而這個建築本身一直在換 所以當時台灣基學者 還有內政部當時的古基 是內政部管 背堂的這些文件會 也希望對堂把它指定為古基 但是我們聽過文說明之後 他們都覺得好像不太適合當時的古基的定義 所以結果後來就沒有指定 同樣的狀況在這一層公園一樣 這些材料二十年有時候更短 這個時間更廢 那這種 在過去呢 我們常常看到一個 這個文化世界遺產 或文化遺產的認定角度 當然是使用現性能歷史的角度 來看 現性歷史的角度 就是時間是一個重點 所以時間 某些建築維持在某些時間上 就常常會被指定為世界遺產 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 也是世界遺產的名單 非常重視的一套標準 所以這個地方 用過去的概念來看待 就成為了一個 從世界遺產的角度來看 就是一個新的 而且跟過去很沒有連結的 充滿了不真實的 這種過去連結的現象 所以 遺史成功 很重要 一千兩百年存在的 如果要指定世界遺產 就指定世界遺產 而且它不但是有這樣的東西 它有寶物 這個遺產 這個遺史成功還要寶物 這個遺產 一千三百年前 天春降臨 在南九州 在高千歲的地方 天春降臨 天上的神降臨 降臨之後 給了第一代 皇武天皇 第一代 跟神話跟歷史間接在一起 跟第一代天皇 這個遺產 寶物 草地神劍 八尺的玉板 還有一個禁紙 三樣寶物 這個寶物是日本立國的基礎 也是文化的基礎 草地神劍 收藏在熱門神宮 所以他們講神宮神宮 跟神社其實是有差別的 這個 一神功有時候其中一樣 所以他有證實 文化 國家存在的這個政法 所以他就 不只是 神宮 內宮跟外宮的一個 建局 所以 這種一方 就是 日本在怎樣申請 進不到世界一場 從來就沒有進到世界一場 在日本人 人間就沒有認為 像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地方應該是要用無形文化遺產來處理 所以比這個 對無形文化遺產或世界遺產 概念 來加以病理的 所以在無形文化遺產出現之後 像這個 地方就可以開始 接受他的生情 出現了這個無形文化遺產的概念 根據 無形文化遺產 保存公約 這種無形文化遺產指的是 某一個社群 或者是說群體 或者是說個人 實體 就是 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洗水 表征 表征 表征有些被翻譯的在線 比較好 比較用表征來理解 或者是 某種表達 或者知識 或者技能 製作事物的能力 以及 跟這些內容 結合的一些工具 物件 文造物 跟文化中間 這種對於無形文化遺產的這個定義 開始挑戰過去 過去有形的 世界遺產的這個利益 那這個工具的同時 也就說明了 依據所取的社會環境 歷史跟自然的這個 互相的影響 代代相傳的這些無形文化遺產 可以由社群代代相傳是重要的一個界定 可以由社群 跟群體 可以永續的文件 而且 會帶來一種 社群認同 跟傳承認同 傳承認同 或是社群的認同 所以 這個 武器文化遺產的公約 開始 出現一些 所以過去從來沒有留意到一些現象 這些現象 可能在 人類學的領域裡面 也是一個 非常具有挑戰力的現象 為什麼這樣講呢 在我唸人類學的時候 人類學四大正式領域 正式、宗教、經濟、親屬 這個有點奇怪 我一開始接觸人類學 二次、二三大社 一開始接觸人類學的 這個領域 好像在過去的人類學 也若有事無 曖昧地 被承認為它是一個獨特領域 民俗的 藝術的表現 有關於人類的創造力 而辦成 這個 應該是善生種 我對老師說 它是雕人小生 因為它是用四種 政治、宗教、經濟、親屬的概念 來看待我曾經要做的 藍術文化 當時呢 因為 心智、有主義等來改變開始 主要老師那時候有心智、有主義的概念 但是人類學家有些很靈感 在人類學的一段 第一個有心智、有主義的概念 知道他會對於世界 感生巨大的影響 也是我們人類學系的老師 是唐美軍老師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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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根 就職的那一天 上課剛好 我們上這個 人類學的那一天 他什麼東西都沒帶 他講義不帶 這個老師今天很奇怪 就這樣一起來 就跟我們講話 講了三個小時 跟我們想分析 有一根的 他當時 不是心智主義 不心包守主義 即將會對於世界 產生多大影響 帶到了 是不才氣 他說 他的好朋友才氣 也應該會進到這個領域 完全被他料中 他們已經老師了 非常令人 很驚訝的這個東西 我們學家 對於文化的總項 有關於知識 思考 這些概念 居然可以改變世界了 我當然在人類學史裡面 他也告訴我們 這是這麼重要 這些人 靠腦袋在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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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 這個是不重要 當時的一個想法 才剛開始 所以我老師 還沒有 開始看到 所以他用四個面向 但是我當時 我覺得 隱隱約覺得 有點奇怪 文明 整個 人類學 發展 內 有關於 人類的創造力 的 立體 到了2013年 無形外 怎麼說 addressed 是被強調出來的 這個面向 也在人類學的 四大分枝裡面 還有一個明明 還有一個明主 明主的藝術 這個藝術 不被覺得 是重要的理由 但是這個理由 它的重要性 非常大 因為它跟政治有關 跟經濟有關 跟親屬有關 跟宗教有關 這個創造了一個明明明 都在這四個面內 不斷地再出現 也不只如此 這個無形外彩 2013年 它也強調了 文化是很多樣的 文化是很多樣的 在面對這個 文化遺產的改成 這個多樣性的 百合型的概念 應該要被各位 掌握 同時 在這個 公約裡面 它也強調了 整個文化社會性的裡面 我們剛剛提到 它跟政治、宗教、經濟結束 這幾年聯結在一起 有些文化遺產的概念 恐怕不能單方面 由這四項或其他的 來加來定義 它有時候 可能會在 我特定的文化裡面 因為它的文化 有特定的內在性質 我強調了 它的無形外彩 特殊的性質 比如說 周祖跟阿美 跟阿露 就完全有巨大的 這個產業 五星化遺產的內容 在UNESCO的表達裡面 它認為 特別表現在 我們在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 口語傳統 或者是口頭的傳統 口語傳統 又講的去 傳輸 唱歌的 這種形式 口語傳統 即承載這些 口語傳統的 多樣性 文化創造性 語言這個面向 這個很厲害 台灣目前 大人在想要訂訂自己的文化智談法 很厲害 原住民族之所以會覺得應該要定, 第一個原因就是,幾乎在漢人社會裡面,不覺得人是重要的, 在文化遺產裡面,不覺得人是重要的, 這很奇怪,我跟胡佳一老師在各的場合都說, 每萬一要進到UNESCO,要進到世界的文化遺產,登入的這個步驟裡面, 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南岡語言, 南岡語言是最複雜的地方, 你認為老師一定會很高興,果然是我的學生, 但是,南岡語言是最複雜的地方, 可能是文化分文化的地方, 但是,是不是南岡語族的起源, 這兩件事情,但是在語言上面, 的確是正在看出這個最經驟, 所以我看胡佳一老師, 這個重視,而且恐怕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來登入世界的景點, 這世界的影響,南岡語, 四億人口,南岡語,正在受到世界大語言吹嘗, 所以台灣一個一個絕面, 台灣幾個少族最後會講的少族, 有一個金玉, 這個老太太語言過世, 南州, 這個阿魯阿, 沙海,阿魯, 這也是不斷地在凋雲, 有幾個是冰維的語言, 是被UNESCO注意到了, 所以現在要查冰維的語言, 台灣冰維的語言, 因為我在網路上都會查到, 冰維的文化, 這個一場, 這個是在很老的文化裡面, 是要被了解的, 尤其台灣其實遇到一些困境, 目前的這個, 不關於文化保存, 文化的教育的展現, 也是當成一個正式的教育系統的現象, 所以, 對於漢人的這個系統來講, 武言的訓練當然就是正式的系統, 但是對於文住民來講, 這種武言的保存, 這個流史, 就是一個文化的系統的保存, 它兩個邏輯是不同的, 所以在第一項裡面, 口頭傳說, 跟它的果處, 以及存在, 這些口頭傳說跟表述, 作為各式各樣民間的語言, 異下量, 在這個原住民族的這種文化保存, 武器文化藝術保存, 一個現象裡面, 這個UNESCO, 它開始出現了一些, 跟過去不一樣的, 也造成我們這個文化裡面的, 一些重新的一個思考, 這是一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 標語藝術, 的國民歐爾斯, 這個標語藝術, 這個是被, 台灣的大部分的漢人, 認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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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標語藝術, 這個, 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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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參與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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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是,有關自然界與宇宙的知識和實踐活動,漢人社會有關自然界與宇宙的知識和實踐活動。 但是碰上了第四項,有關自然界與宇宙的知識,文化部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文化部在2005年,跟隨了世界英雷斯科,做了一個大動作的工作。 文化之彩的訪律的修訂,但是前兩年也曾經修訂,對文化一場改變。 但是改變,語言太近了。 這一項,因為自然界與宇宙的知識也沒有辦法理解。 第五項,也是他們可以解釋的,這是傳統手工藝Craft。 這個分項的表現,是在2003年的電影出現。 他被梁漢谷不斷地強調,無形文化一場是人類存在的基礎。 這個跟過去有形建築、物形建築,但撕掉以後他們沒有解釋到。 他覺得這是跟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 他呈現出人類傳承的一些,有關於知識的群集。 知識的群集的概念,在現在文化部的修訂和二型販易產部份的聲明要出現。 當然是在人住民的基礎,將來會出現的專檔。 這個也怪怪的,真的是一國兩制。 那這沒辦法,因為在人住民的基礎法裡面已經定義了。 他們會根據社會的需求,自己去定義各個教育的定義。 這種無形販易產,它呈現出人類傳承的知識的環境,一個群集。 他也因爲這些知識,在社會相互影響的過程裡面,人們身份的認同,跟主體的一體的意識,也可以永續的不斷地再生產。 在社會相互影響是重要的不幸外長的目的。 從這裡面來看,它是使得這個文化可以繼續承襲的原因。 雖然這種知識的群集,帶來一些傳承的意識, 但是,跟我們的生活,不斷地變化。 這也是跟過去的定著式的,固定的,有形文化藝術的概念也是挑戰者。 過去的文化藝術的概念是定著的,固定的,有具體的世界。 現在我們所面對的無形化藝術, 現在我們所面對的無形化藝術, 現在我們所處理的是變化, 並不是一個穩定的傳承, 而這種變化, 就造成了無形化藝術, 它其實是一個動態的形式, 它是動態的形式, 它不是固定的形式。 那這個形式是什麼呢? 所以它的保存的工作, 就不是像固定的, 跟普遍的狀態的這種無形化藝術, 這種維護的方法, 必須要有一些新的考驗方式。 但是這種新的考驗方式, 在技能裡面, 這種好像可以放住一次很接近的無形化藝術, 所以我們開始接受到, 全世界原住民主理整的觀念, 的一些挑戰。 那這些挑戰其實很難, 這個很難, 這個有一個例子, 馬上來理解, 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對於原住民的無形化藝術的保護, 比如說在服務館, 在很多層面, 必須要保護它的公益, 傳統手工藝應該會保存的, 從傳統手工藝所創造出來的一些工具, 服飾等等, 也應該會保存的, 但是光這一項定義, 環原住民就採取了不同的形式, 可不可以保存不同的概念, 中俗認為這些傳統手工藝當然可以被保存, 還有某些可以找得到的, 目前文化部在指定的時候, 可以邀請有傳承團體, 來面對保存的狀態, 所以他又會被保存, 是一個固定的群體, 由各式的頭目代表, 由每個設的頭目所管理, 來形成一個保護管理, 來做這個問題, 但是也相對以之下, 有很多文化並不是同時, 達悟族的傳統工藝, 達悟族的傳統工藝, 要創造出來的頭盔, 銀式的,銀子做的, 銀做的頭盔, 有一個可以看到的, 兩個眼睛可以透露出去的, 要講的頭盔, 在戰爭的時候, 可以用的武器, 可以防止背影, 但是那不是, 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你戴上帽子, 怎麼保護你, 轉眼,那個眼睛就跑掉了, 你不然眼前浴黑, 你到底又在哪裏, 不會是一個拿來做武器, 他有很好的水塘, 魚皮, 做了厚實的頭盔, 背心腳, 做了厚實的, 他有很好的武器, 等等, 但這些東西都不是拿來, 當成人跟人之間, 互相殘殺的工具, 達悟族聽說很兇是不是, 大家都很害怕達悟族, 怎麼意見那麼多, 完全不是喔, 他們是同一個助理, 因為我只能知道, 唯一沒有獵頭的行為, 公主習慣的這個族群, 沒有換就沒有了, 因為這個族群, 很害怕阿尼豆, 過了, 因為惡靈, 他們很害怕阿尼豆, 阿尼豆怎麼產生呢, 人死掉以後就變成阿尼豆, 所以阿尼豆不再產生, 阿尼豆不再產生, 阿尼豆不再產生, 但因為阿尼豆會, 因為人死掉而產生, 變成阿尼豆, 所以這個文化裡面, 其實創造的一個機制是, 不讓這些阿尼豆會出現, 獵頭啊,死亡啊, 戰爭啊, 是指向阿尼豆的一個原因, 這個非常有力氣的原因, 人死掉以後, 變成阿尼豆, 所有的阿尼豆都在面對這些生命, 所以這些剛才提到的一些像武器, 全部都是在抵擋這些惡鬼, 他不但是抵擋惡鬼, 他跟個人的擁有, 是連連在一起, 我來跟我製造的, 我創造的東西, 變成我自己的裝生劇, 來抵抗這個, 他在文化裡面, 沒有把自己的東西, 再傳承給另外一個, 兩個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很有趣, 所以如果一個人過世之後, 一個人過世之後, 那他變成阿尼豆, 然後把他除掉, 那他的所有東西, 其實就是堵棄, 這東西不會由人家做收藏, 人家的也會收藏, 因為他裡面有帶多阿尼豆, 因為他抵抗阿尼豆, 跟阿尼豆有這個聯繫, 創造出了裡面的, 某種阿尼豆的性質, 所以他不會去,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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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繼承人家的東西, 這跟所有的物件一定會消失,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保存, 那因為也認為說, 所有的物件一定會有繼承者, 讓他這個去, 是沒有辦法去解決, 所以在手工藝的程度裡面, 原則上, 在所有工藝裡面, 收到的這些, 這些蠻語的手工藝的製造東西, 都不對了, 我們都沒有尊重文化, 他應該是隨之而去, 好, 這是一個小問題, 還更大問題, 男女人, 也不曉得是誰, 我先來講清楚, 你聽說, 我們都應該要申請, 佛指定, 民俗, 及有關物物的自己的項目, 所謂的國家指定來, 無形化醫生, 去年也很積極地要來申請, 準備了很多資料, 要送到中央委員會, 一看就傻眼, 就被退回去, 退回的原因是, 很多委員要求, 你們申請這個項目, 已經很奇怪了, 多奇怪, 你們居然要申請, 非禮記, 非禮記, 非禮記不奇怪啊, 節省活動, 還是儀式活動, 他的記不是禮的記, 他記是季節的記, 所以他在季節的記點, 非禮記呢, 他要申請的這個時間呢, 是每一年的二月到六月, 他指定的這個, 無形化醫生, 還在發生, 一直發生, 所以, 中央委員會面, 本來只有九十, 可能現在裡面只有我跟, 胡佳優要跟理解, 誰要非人隨家啊, 都不能理解, 這個很奇怪, 這麼長時間呢, 有些時間, 有些非常多的記憶, 他們從這個, 開始遭遇, 一直到終於記憶, 一直在發展, 這是他們不能理解, 直接想, 你們這個怎麼辦, 雖然是有關於, 自然界跟宇宙的知識, 但是怎麼樣來確定他, 就開始質疑了, 那質疑, 可能還可以把他們, 這個, 還不是把他們, 退回去的因素, 你文化不懂, 所以說文化醫生, 的確是有這樣子, 你們不需要, 都可以介紹, 接下來, 委員就說, 非禮記的傳承團體, 是誰? 誰可以傳承, 非禮的記憶, 哎, 有道理啊, 這個委員, 其實蠻有學位啊, 來一個團體, 來一個團體, 要來繼承, 就碰到問題啦, 這個承辦人, 有東部的承辦人, 也是哪個, 哪個, 哪個人都是奪花, 就, K了一下又覺得, 哎, 這個, 就, 就, 雖然, 我跟胡老師講幾句話, 怎麼沒有什麼, 按照現在規定, 文師法規定, 零有傳承團體, 我指定你, 那到底是怎樣去的, 他碰到的問題, 文化遺產, 有碰到文化遺產的所有權利, 所有權利, 文化遺產, 到底可不可以轉換, 你們學家其實在這幾年, 都在存這些議題, 最著名的是, 葛迪利耶, 一個法國人類學家, 在南巴戶, 在星際內亞, 原來的一個導引, 南巴戶這個導引, 來做研究, 他研究物件, 如同中性, 某種性質, 這性質呢, 是過去, 從西方人的概念, 完全沒有理解, 西方人物的概念, 就是被交換, 西方人物的概念, 被轉換成金錢, 在南巴戶, 在南巴戶, 美安尼西亞的地方, 要複雜到幾點, 複雜到幾點, 剛好可以拿來挑戰, 西方的概念, 到底是否實質, 所以他就在裡面, 做了一些研究, 會發現, 物這個事情, 可能會分成幾項, 在文化裡面, 有些是物是可以交換, 可以讓我們, 有些物是不能交換, 不能讓我們, 有些交換跟讓我們之間, 又有一些, 它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交換, 可以讓我們, 然後去分析了, 四種不同的物, 在這些地方, 裡面所呈現出來的一些性質, 物的一個性質, 其實在無形化一場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都在處理, 無形化一場, 其實在處理那些, 很實質上的, 南巴戶, 我們有很多的項目, 但是, 我們所處理的無形化一場, 我們所處理的工具, 實際運作, 才會進到這個情況之下, 有一個考慮的原因, 因為, 有一個重新的思考, 我們都看到了, 剛才提到了, 異議記, 這怎麼辦呢? 誰去, 誰去, 當成傳承的, 這個團體, 這幾個社會, 以來, 從成章文化學的人, 陳曼仁, 台東文化學的人, 就說, 他們是一個, 個人主義的社會, 像這種事情呢, 就分散在部落裡面, 有一點概念, 陳曼仁還不錯, 他是做功課, 還知道, 雖然說, 他還在搶戰, 但是, 他還是被問, 到底是誰呢? 是否各個社區的發展協會,部落的發展協會,或是南語的基金會等等來做這個事情,好像也不對,它也不是屬於這個,不是屬於什麼呢? 我問陳曼仁,王老師,可以幫我回答一下嗎? 這個其實是屬於各個家族,一家一家,他們寄起輝浴祭,一家一家又形成了漁團,頂多只能用漁團作為傳展餐廳,那有可能因為漁團都有親主歡喜,其實跟親主而來的,這件事情其實跟輝浴祭,被季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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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件事情是跟家族跟親主是結合在一起的,目前王老師,是在華盛法,不能解決這問題,所以他們又這一個案子被發回更神了,叫他們惡心說說,你再去做調查,把它搞清楚一點,來告訴我們,到底是誰可以做這口罪關鍵的,可以進到這個指定的領域,做不到,又花一點錢了,才剛說我們沒有錢啊,人家會說,我給你錢,你去調查。 寫了五六十萬,調查完了之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我去幫他們看一看,這個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寫完之後,寫得很好,就把飛魚記的這個記憶,整個分析得非常不測。 就是我,我們以前講的,不能讓你,這個特色都非常清楚,但是他進到的文化貨一樣,還是要背貌。 你到最後決定,你還是跟我講說,這是一個非常單獨性的,家徒性的,個人性的這個社會。 民間化社會在推動目前Mesco 所推動的文化一層的保護 尤其是從國家的角度來推動會遇到困境 這兩個我解釋完全不一樣 國家Mesco這一套一定是管理那些人所可以看到的東西 剛好相關有一些文化就不是這樣看待 他分別的屬於不同的群體、個人等等 而越爆反由一個統一的國家或者是一個特定的群體來加一支 這個情況在原住民的文化的現象 我們看到了其實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來自於新的模型化遺產的概念 的確明顯跟原住民有所差異 我們再回過來看一看原住民的這種文化遺產的概念 如何去against UNESCO 的概念 台灣在訂文化遺產的法的時候 台灣其實蠻有趣的 從98年代文化遺產出現之後 就開始學習到訂一個文化遺產的概念 訂來訂去花了很多時間 當時我們的原住生在台大運輸 我幫忙擬定了一些 從那時候開始擬定了 看各式各樣的資料 所以當時文建中老師帶著我們 每一次覺得他的課怎麼都會是 把這功課交代下來 讓我們研究生 然後就討論討論 把這條文列一列 然後講考的資料 然後就交給我們的老師 這幾個老師去看 我去參考一下 但的確是讓我們機會參與 當時在建這個文化遺產法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問題 就出現了一個 這個法律的法 就出現了一個 全世界獨立的法 文化遺產法 它不是文化遺產法 它也不是文化資源法 它是文化資產法 它把文化資源跟文化遺產 跟文化財 文化財跟文化遺產 是融合的概念 整合在一起 那為什麼會有文化資源的概念 當時在理訂這個法的時候 從美國回來 開始參考美國的 就是文化資源的概念 聯合國會議會 整個對文化的推動 就是文化資源的概念 聯合國會議會 文化資源是很短的,以及很長的文化資源是很短的, 印第安的資源如何可以被合理的運用,除了保存之外,如何可以被運用, 以及這些資源,真的打算資源,可以再被創造, 所以美國整個對於文化概念是一個對於文化資源的概念, 它可以被創造,放棄了,要跟市場結合在一起, 這個概念結合發展,所以我們的文治法後來又引甦出了它的文化創成業法, 是有蠻有可學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從法國學的, 從日本學的,法國學的文化語章法,從日本學的文化財的一方式, 又去吸收了這個東西,把它攪拌在一起, 變成一個很奇怪的文化資產法, 名稱就出現了文化資產, 它涉及到資源, 它涉及到資源, 文化資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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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資源學院在本一道, 應該是對得好, 所以這樣可以整個學校, 比較的發展也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那些動畫可以拿來, 是可以拿來, 放在市場去, 存賣的, 這個是結合在一起, 但是很顯然它兩套, 思維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再回頭頭看看, 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從一開始去思考, 惡性文化遺產, 到底是怎樣去想? 事實上, 惡性文化遺產的這個概念, 可以遠溯到1972, 1972之前, 就開始在關心到, 文化遺產的設施, 不過1972年開始, 文化遺產的設施, 基本上還是比較, 用有型文化遺產的概念, 去推動有型遺產, 但是這種遺產概念, 1972年的一個遺產概念, 你看很多這些文化遺產, 就一定被指定了, 但是有些文化遺產概念, 開始受到一些不同文化的觀念, 所挑戰, 文化遺產的文化遺產, 所以一方面, 好像很理所當然, 西方的文化遺產概念, 從一開始就有一個發展的趨勢, 好像影響力非常巨大, 但事實上, 從一開始, 就被不同的文化觀念, 所挑戰, 尤其是, 當幾年之後, 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 Tentural heritage的概念提出, 開始對於你所主理的文化, 並非只有像西方的單一的社會, 西方的文化遺產, 其實就在出現的民俗的概念, 像上文化跟下文化, 精緻文化跟民間文化的概念, 有形成的推動, 有一個文化的基礎, 所以這次文化第九, 跟無形文化遺產的推出, 該是對於多樣性, 多樣化, 多樣性, 一直性的, 對於物的概念, 對於文化內容的概念, 對於文化內容的概念, 對於, 是不是有普世的文化遺產的想法, 就是, 開始進行這個挑戰, 所以, 這種文化遺產的概念, 通常, 人類學, 近幾年的人類學家的研究, 可能一個月多, 是因為, 他跟人類學在研究的對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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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在重新進入, 問文化的性質, 尤其是當代社會, 來問文化是什麼, 過去我們在, 孤陸社會, 在島嶼社會, 去研究, 一個一個小小的獨立, 對文化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 新時代, 對於文化的概念, 有新的不斷推陳, 出新的一些看法, 其實是人類學家的一個挑戰, 比如說, 還提供在過去的對於文化的概念裡, 其實就, 人類學家的解散, 就, 看以前的民族誌就好, 就不用, 事實上現在已經不一樣, 所以其實, 文化遺產的概念, 跟文化現實的討論, 與人類學家的研究, 其實是, 其實是, 是很重要的, 在這種, 文化的性質, 重新被檢視的, 這個脈絡人類, 民族文化遺產, 通常被, 這個, 獨立的一項, 而, 來, 這個, 檢視, 來, 檢視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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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 但是, 我們也, 看到, 全世界的這些文化學家, 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我們說, 關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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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的, 這個, 聯合國的, 原住民族, 工作小組, 這個, 這個, 被, 重新拿出來, 被檢討, 還認為, 所有屬於一個, 原住民族, 獨特認同的, 一切, 都應該算是, 該民族的一層, 所謂對原住民族的一切, 或是這個名字, 是原住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 也很重要, 是原住民族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 依照自己的意願, 依照自己的意願, 可以跟其他人, 分享, 共享的事, 比起意願, 跟人家分享, 這些, 概念, 其實都, 深刻的, 碰到了文化內部, 這只是, 意願是什麼, 文化所定義的, 它可以分享內容是什麼, 文化所定義的, 我們要去看看, 它到底是內容是什麼, 所以原住民的遺產, 其實包含了, 國際法, 認定的人類思想, 跟記憶, 所公記憶的, 這種, 智慧的創作, 包括, 包括, 歌謠, 故事, 科學知識, 科學知識, 這個, 列在這邊好像很奇怪, 原住民和科學知識, 原住民是有科學知識, 只它科學知識跟我們科學知識不太一樣, 科學知識, 還有藝術作品, 同時也, 包括了, 傳承至過去的, 分自然世界的遺產, 開始過大, 過去的文化遺產的概念就是那些, 不是唱歌跳的, 成功藝品, 好不好, 你們要再看一看, 也許延伸某些地景, 所創造出來的文化, man-made object, 人類創造的物件, 如此而已, 但是它現在說, 不是我, 我們也包括傳承至過去, 傳承跟過去的遺產, 就是這些東西從過去轉過, 它可能不會具體的呈現在, 實物上面, 它可能是思想的, 可能是知識的, 可能是哪種的概念, 有可能是, 傳承是過去的, 就是, 跟自然有關的, 所有的自然都實在是過去的, 這很奇怪, 這個是, 自然科學研究的是最先端的, 但是它實際上, 它跟人文科學其實處理差不多, 自然科學處理都是過去的, 跟人文科學, 但是也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看到, 它也包括這個, 他們自過去跟自然世界的遺產, 譬如說, 該民族所擁有的, 原古的, 連結的, 人類的遺憾, 世界的遺憾, 色素換成, 然而, 現在, 我們在建構, 這個遺產檔的時候, 其實, 這部分沒有碰到, 但是這部分, 對於原住民來講, 重要不得了, 這個, 地景的自然的特徵, 我們很多, 這個原住民, 我們還沒有去, 申報遺產檔, 比方說, B, 是否幹, 要不要去, 把它登入世界遺產, 如果, 富士山可以成為世界遺產, 彼此不幹了, 可不可以? 彼此不幹了就是, 立影, 是, 是, 太亞人還是在德克, 還是兩種都是同一種, 太亞人, 都由, 立影, 走出人類的祖先, 一籃一籃, 這個, 後來他們文綿, 無面讓他不認識是兄妹,而產生一個後代,世界就如此,就扮演下去,重要化。 所以不是才被登入為無形化遺產,而被登入為一世界遺產的,意思不幹。 因為那個世界被洪水淹沒的時候,我們碰到氣候變遷,不是只有我們現在,很早就有錢就碰到了。 周族就告訴我們,很久很久以前,在人類身處的地方, 人類身處的地方,水開始往上漲,為什麼要漲呢? 因為有一條蠻慢的,就盤踞在周族最主要河川, 周族最主要河川,周族最主要河川還不是很大的河川,叫長谷川溪, 那是周族最主要河川,長谷川溪,盤踞了,就把整個河道給堵塞, 所以水就開始吹了上升。 最後,全世界全被淹沒,只剩下山頂,就是玉山的山頂,玉山成為聖山, 周族最主要河川被滅絕之前,最後的一個定, 這個等到洪水退後呢,他們在下山,下山, 周族、下山、布隆族、下山、周族,還有周族的朋友叫Maya, Maya就往北走,走到日本去啊,被日本人啊, 日本人有一天回來啊,所以日本跟周族的特別好, 有神話裡面啊,Maya都往北走, 我們還曾經折見,每一半的見, 將來,日本人在見面的時候呢, 好像見對對,就是原來我們這隻兄弟, 有神話,這神話很重要啊,玉山的神話, 這叫被登陸為,又是東亞第一高峰, 那真的是重要,不對了, 可是登陸這樣會困到困難啊, 東古沙非,東古沙非,東古沙非, 東古沙非,東古沙非是,剛才是, 剛才是講的是那個玉山,是周族人,認為他的聖山, 就是周族皇天還有布隆人, 布隆人是東古沙非,是去描述,這講的是玉山, 就是秦蘭內克爾在山上做行動, 他們在一些人到山上去做玉山的認識, 這個東古的布隆人,對於玉山, 也有他們認識,也認為是他們的聖山, 兩種,那不論怎樣啊,這都是重要的, 將來要登陸的時候,我們都好,都要登陸,都要登陸, 畢生都幹,烈言都要登陸, 畢生都要登陸, 那到底是周族呢,還是不容許呢, 這個要好好討論討論, 但是碰到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發現過去的沒有碰到一些問題, 因為原住民族有面對的文化, 有一些很獨特的, 但是在烏西旺域, 或是在UNESCO的一個印象概念內, 沒有辦法去處理的, 剛才講的那些遺憾, 應該很多是跟住居結在一起, 例如說,行室內障, 台灣人, 室內障, 在這個部落裡面, 部落因為地景, 人造屋, 所以像石板屋, 非常盡耐, 還有一些可以封鎖, 老期家要被增圍世界, 但是老期家現在變成這個, 世界遺產的景點, 所以要推動, 裡面有一些房子, 是過去的室內障, 感覺下來是這個遺憾, 舊社的遺憾,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 過去, 在現在的文化資產, 完全沒有遺放進去, 但是這個會越來越多, 尤其是當原住民的文化發展歷史, 就跟舊社連結在一起, 包括周祖也是一樣, 當時有提到的, 四百年前, 一個木頭, 舊的男子會所的木頭, 回到了達邦, 把他跟新的會所結合在一起, 認同他是四百年前的傳承, 但四百年前那個地方, 現在重新會所發現, 當然會發現, 還會發現, 甚至可能會, 還會發現, 頭部的渠遺海, 都在那裡, 因為那就是一個舊社, 那舊社現在從達邦過去, 三、四十分鐘就到了, 過去的路, 不是那樣, 現在的路, 產業道路開出來了, 所以那地方, 又開始出現了, 但舊社對於他們來講, 像舊社, 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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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阿伴蟲裡面, 剛開始, 年輕人也在看說, 這是我們的遺程, 我們怎樣來跟它進行連結, 目前的外遺程, 沒有辦法, 主完全沒有辦法做這個問題, 不但有舊社, 還有舊社, 舊社, 舊社,舊社, 舊社,舊社, 八千年來, 根本很清楚, 在他們的文化部體裡, 在當代文化大學, 舊文化自來講, 現在正在發展這些, 但是這樣是沒有, 包括, 這個遺景, 自然的仪海特徵, 還有一些對於天然的動植物, 物種的一些遺解, 對於他的定義, 其實過去不是注意的, 但是1993年, 原住民族的遺產是原住民族獨特生活方式跟任務的體現開始被理解 所以它會涉及到傳統知識,這種照顧,讓它在家裡顧遠 它涉及到環境資源,環境到底怎樣被認定,甚至涉及到基因的資源 它涉及到基因的資源 這換一層更困難 這個是在原住民族獨特生活方式完全沒有碰到 但是這裡面,當代的民族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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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重新去思考民族文族文化的性質 包括傳統知識、環境資源、genetic resources 以及各種有形式的文化表現、知識傳承的內容 這些內容透過在1993年的時候 美國所負責這部分的主席人認為 通常是透過口語跟身體的實作來打承 口語的跟身體的實踐 文化遺產的這個面向裡面 它只會越來越重要,不會不見 這是透過口語的實踐 不只是認知世界 語言不明就是一個建構世界 最主要的方式 身體涉及到內相非常地兇搬 所以,原住民族在口語的身體跟超日然世界的接觸時,衍生出來的文化系統 在當代的尼斯科德的地域,還有在臺灣這裡,其實是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對於原住民來說,文化跟民俗的表現,其實是一個文化的表現 體現了文化社群裡面的個人,還有其他的成本,跟土地,跟祖民,以及跟整個世界的連結方式 所以,宜斯舞蹈、歌謠的音頌,還有各種文化的表達,都是在重新建立這些連結 以及恢復個人跟宇宙無妄物之間的文化所界定出來的和諧關係 每一個文化對於這些東西是不一樣的,有不同的 但是,在這個文化學的概念裡面,像這些正是當我們在進行文化遺產果權的時候 他所應該要去文藝的重點 也因為這些重點,所以近年來的這些文化遺產的研究 我們看到了這個文化學家貢獻 從藝術的層面來看,比如說在美國音量博物館 在大安州的文化遺產裡面,突顯出了幾個點 是我們在面對這個遺產的時候,完全沒有辦法忽視的 這些文化一定要跟這些人聯繫在一起 第一個是,有關於起源問題 文化的起源、事物的起源 起源這件事情好像是不太認為 每一個在 Feeling tai apa et apa 最多碌目不同的 linear 地方我師 wooden猿, smells of the city 那的仕様,曆佛公演,什麼也對 我們F obrigadoinhos nova Теперь我們 reference 詳細其,文化いただ門 文化的遺產一方面所要去處理的起源 在現在的文化遺產ир間 在電影裡面,在文化遺產就要是有關係 多麼起源太遠了 在西方文化題裡面,怎麼去看這個問題? 第二個,跟重大的歷史事件結在一起 重大的歷史事件不是只有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政治經濟來包含世界的巨變 比方說剛才提到的洪水,就是一個重大的事件 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跟起源常常會產生關聯性,跟宇宙觀會有關 也跟剛才提到的萬事萬物的Origin會有關 很多不同文化裡面的重大歷史事件是被創造出來的影響道理 或者是說,在不同時間裡面,碰到不同族群、族群關係 他有涉及到周族人,碰到無疑風、塞下族人 碰到無疑風、塞下族人 碰到無疑風、塞下族人 hini march exy人 碰到無疑風,撂到無疑風、塞下族人 碰到多larda 也是一個詛咒,空間詛咒裡面是南島民主裡面的,所以往東去,這個是在神話裡面,跑到南語區帶回小女朋友的話,就是重要的事件。 阿美人,上岸地點,在那裏,是重要的事件。 阿美人,上岸地點,在那裏,是重要的事件。 當然,不同時間的跟外族之間的關係,全部會在他們的口語傳統裡面,而被認為是重要的。 這兩項,其實現在台灣文化的藝術工作還在出現,這麼久了,裡面的畫素材還在出現。 他們訴求的認同,還在連連連連結在一起,但是還不只如此。 這個開門的開門用於主靈,不是講特殊的神明,而是講主先的靈魂,跟自己有親屬、連結的主靈這件事,是南島民族裡面,在呈現他的無形外長和很重要的效果。 所以,主靈的各式各樣的形式,應該要加一點了解。 我剛剛跟童老師報告說,很感謝他一直在支持,我們學生到海外去做研究。 今天,允西蘭回來了,我們要親自來感謝。 允西蘭的主靈非常獨特,獨特不得了不得了,現在注意就是這個問題。 負責任情書。 西方人收藏,到底收藏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很美,美得不得了,還是看這些頭骨,就會跟靈性的發展有關 但是純粹是異國情調,來證實西方文化,的確把這些緬蠻文化高,所以一個一個被移到西方去 兩百多個頭骨都被收藏在西方國防,現在世界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概念,文化回歸正在發展 所以這些頭骨有一個可能性,就要回到某西方來 他的論文,論文的主標題是,文化回歸,問題在剛開始 不是說,因為認同啊,因為物件要回到自己的文化,回來就算了,不是,回來的問題才剛開始,為什麼 因為對於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文化內部的定義,久以為我們能想像 差異非常的巨大,你不知道他是怎樣,頭為什麼會掉下來 他會掉下來,就是用疫情的作法是,你們不知道他是敵人 敵人,敵人有沒有這麼多 Cuau,會補寫下來啊,等等啊,有很多可能性啊,怎麼來的 所以回來之後,你如果沒有解決它是什麼樣的頭骨,你怎麼回到自己的文化的部落裡面,沒辦法。 那當然他會研究,例如這個國館其實的,我們應該的國館就是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在看好國館在這裡面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國館扮演的角色非常有趣,因為它這裡面應該出於頭骨, 所以就出現一個在國館裡面重建的男子會所, 男子會所還真正扮演一個儀式的場所, 就在國教國館裡面扮演的第一代,前任的, 最第一代的館長和藝人還進行儀式, 所以,光看這麼特殊的這些文化, 就有這種對於主靈也不可能的理解, 因為主靈而產生各式各樣的objects, 主靈而產生這一個圖案 在龔佬麟的東西裡面, 跟任�� Palmer在這一個圖案裡面, 有一些東西,也很清楚, 就是有關於空間的組織, 空間的主詞, 尤其是空間的組織通常是跟社會系統連結在一起 怎麼樣安排空間 一方面跟一些觀念 什麼地方是神聖的 什麼地方是神聖的 什麼地方是一個特殊人才可以去 被擁有的 跟某些人 跟某些人 這個事 沒有關係 但空間組織被補顯出來 使得我們看過去的某些人的概念 因為沒有一個維持的某些人 所以不會去做到這塊 目前的某些人也沒有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做文化一堂保存的時候 或是說文化保存的時候 如果沒有把這些空間組織的概念 讓它加以呈現的話 如果保存的是什麼 保存中心其實也不是一個 這個文化的概念 包括它 又保存不是它的主人的連結 或是保存跟它這個歷史 是一個大事件 將關係 如果保存不是 跟寫有的關係 那就完全沒有連結 還有一項 最後一項就是跟親屬聯繫 親屬聯繫 親屬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在創造文化裡面 各式各類的文件 所以開口人認為 親屬聯繫 創造出來的文件 在西方是一樣 沒有辦法去處理 因為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也沒有辦法去界定它的性質 也就出現 剛剛你提到的 假設家族成立的文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現在的文化 是文化的 文化的文化 一直到現在 在教育文化的文化 就已經都 開始產生一些 重新的思考 跟我們有剪頁 才講到第三頁 這個地方 你們是跟他們有協商 可以到天亮 有點難 你們就拿時間 好,我盡量,後面可以加快一點,那我留一點時間 誒?我們要9點半了 不是,我們都8點半了 是吼?我以為是9點半 10分鐘 好,沒關係,總是要有一個前後 前後要有一個有開始的結束 所以等一下,我馬上跳到最後的 這關請,我問問看9點半可以嗎? 9點半 8點半,不好意思,因為你要清場 然後又要回覆別人的照片 謝謝 等一下都不讓你研究室 不要太好是研究室,走過去就好 好,我們有一個超速的方式 其實剛才七十八市場已經把那些概念都圖寫了 所以跟大家做了一些報告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些文化內容 因為現在,在文化各方性的概念之下 實際的項目已經出現了一些文化遺產 根本沒有辦法造成 但是呢,勢必將來 如果真正要使得文化的保存 如果保存就是要保存這個文化 不過去為什麼要有效的話 應該對於這些內容 應該要付足夠的觀感 但是現在 我們面對的這個議題是有問題 我們可能看到了文化遺產的保存 可能基本上有幾個問題 包括 比如說,自然跟文化 無形跟無形 其實在文化遺產保存概念裡面 應該是沒有切割 對於原住民來說 這也是我們面對外面的人很奇怪 跟我講的有形無形 那怎麼看 都沒有辦法去過出 這種有形跟無形 也就是過去的文化遺產概念 的這個切割方式 恐怕要從分類學識 分類的概念 去轉向 中和式的 連結式的概念 來瞭解這些文化 文化遺產的性質 第二,剛才提到 遺產和無形是誰 這個 當在目前所設定的 這個指定 這個 馬國達愛 你要來指定 很顯然 在當地人認為 我覺得 Elysing好像已經變成國家 好像已經變成國家 這是一個 第二個,你們 可能要同意的這個 受政的團體 那個傳承團體 他抓到權力 你們在塑造 文化裡面內部的 部落的分裂 不是說因為文化遺產保存 因為他就擁有了 你們指定了他 以後所有的資源 就經過他 一定要舉行 不舉行申請經費 全部都被 變成他 他掌握了 這個團體 是不是 這個開始被 承認 所以它涉及到 Oranche 這種擁有權的意 他不更單純說 我們應該要保存 所以你們就到他們指定 我們就會 有時候長得蠻短的 蠻藝 就對你那麼好 但是他們看到 對我們那麼好 你是要來讓我們整個 族群分裂 很麻煩 顛覆了我們過去的文化 永遠權的概念 你對於主 其實根本重新 挑戰 這個生意很好 而且 這個 民主民國安審 被定義的時候 他也碰到了 離產的價值 他的共享 恐怕 已經被外政社會 的權力關係 影響 跟前面的影片 也是有關係的 更進一步的是 說 前面的Oranche 當然還是在 運動群上面 經濟的 但是政治方面 他也沒有辦法 自外人 跟其他 種族社會 還有跟其他族群之間的 一個權力關係 好不好 我們真正要來 處理 浴室那時候 很久沒有 互相 較量一下的 周族和布隆組合 就 可以 我這個 較量 周族 比較客氣一點 通常會跟人家交的主義 好 他也會碰到這些 這些 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 國外遺產的 這個 處理的面向 他有一些 是用 國去人權 的 這個概念 來處理 也 顧及到 人種民族的 這個 基本權利 這些 這些法規 還是有點麻煩 因為我剛剛提到 那些 國際人權法規 民主權利的法規 他們 定的法規 通常 沒有辦法 有強制性 所以對於真正的 文化遺產的法規 其實是 只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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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如此 所以使得 現在在推動這些事情 之後 各個部落 可以不理得 文權利的 採取方法 像 文化局 台東文化局 因為被文建會 鼓勵 因為要把你們 最有 好的 文化遺產 把它 登入 然後 這裡 你就 達成文化建設的關注 對達悟人來講 完全 他完全不覺得 這幹什麼 所以你去問一百個 達悟人 他跟你講一百個 文化寶珠應該長壯 人家一百個 一百個 一百個講完之後 還有一百個 一百個 一百個 一百個就是 它有無限大 它就 出有無限的可能性 根本沒有辦法 國家的文化遺產法 跟國家的政策 其實 剛才 也做了一些分析 不只在台灣 在 非洲 澳洲 拉近亞洲 同樣都碰到了 這種 用西方的概念去 面對 這些國家 面對 這些文化遺產法 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 國家還是代表問題 反而 反而 的團體 他在部落社會裡 是在怎樣指定他 保護他 或是藉由 越南社會 幫他發展 所以他會 會有一些問題 最後 目前還碰到一個問題 我們在八年代之後 發現文化真是一蠻好生意 大家會告訴我們 文化真是好生意 那其中 這個 這個 西方社會 就衍生出一套 智慧財產權 這個智慧財產權 出來之後 文化遺產 將來 也一樣 產生巨大的衝擊 尤其是 剛才提到 從 這個 遺產 是誰用的 被它處置 路向上了下來 就碰到了 一套 西方社會 用市場的 智慧財產權 方式 來訂定 這些遺產保存的 可能性 包括 在西方社會 文化多量性 出來之後 所以在簽訂 簽訂各樣的 合約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 文化例外的概念 但是文化例外的概念 多少少還是受到 社會財產權的影響 這是 現在目前的影響點之一 還有一個影響是 環境支援管理 跟多量生物多量性的問題 這是非常關鍵 包括最近這幾天 在簽訂約 出現了 文化大量的去參加 氣候巨變 我們開始要 BITES 我們曾學生 印第安第一次參與 政官 跟我們講說 我們不但要參與 而且要告訴你們說 氣候巨變 你們這些朋友 你們應該要負責大責任 你們這個國家 應該要一起 在文化遺產的概念 一樣 同樣的是 也涉及到 新的環境支援管理 跟生物性的保護 總而言之 原住民族 在文化的面向 通常是 用全貌性的觀點 全貌性的觀點 來看待 在文化遺產的 在文化遺產 在文化遺產 尼不可分 在現代的 全貌性的觀點 在文化遺產 尼不可分 對於某種力量的觀點 以及 市長跟文化 不可分割的 關係的觀點 來面對民主民 無性的外場 我想 將來對於 無性的外場 的主要的支持 可能會有機會 做得到 在文化遺產 還有兩分鐘 而且 從頭講到 從第一頁 講到最後一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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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帶過來 還是 例子都已經到他前面來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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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王老師 非常工具的一個介紹 尤其他 從大學 大四的時候 就開始 參與了這個 他自己覺得 綜合不同來源 那個文思法的一個 草品等等 所以不管他覺得 適不適合原住民族的情況 他都要適者 所以我們要怎麼改善 其實我到我們來 我想我先表演 讓大家 讓 我們在座有沒有人要提什麼問題 很難得 他現在是 他的基地是在台中 所以那在台北 進到他不太容易 歡迎大家提一些問題 如果 那我就 其實想要問一個比較簡單 就是 因為今天都 在談特殊例子的 就是用原住民用例子嘛 那我們都知道 它是相對弱勢的專權 但是在面對 和民族的 不同的主義的時候 在地性的 這些物理的東西 會不會也有 類似的狀況 因為我們今天在談的 例子大多分都是原住 你 的意思是說 在 民間 和民間 一樣有 不同的這些問題 其實 一樣不同的一個問題 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不行的 文社法 其實 不管是客家的 南 或者是 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 這些 一樣 一樣不同的這些問題 跟剛才所提出來的那些 一項目的一項不能 不能理解 不能解決 來的問題 其實還是有所謂 但是在原住民的 立場裡 就跟他 不能投資 好 我就 先幫忙電個檔 如果說 對於原住民族 在 這個法用的 原住民族的情境 實際上 不但是沒有什麼 造很多問題 聽起來就不是 然後 漢人的情況裡面 也有很多的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個法 我問 為什麼這個法 達到什麼效果 為什麼這個法 達到什麼效果 他 在行政系統 在立法的過程 他一定會出現 但是他是不是一個最華衡的狀態 其實是經過修改 我覺得應該要不斷地調整 不斷寫 但他們現在正在修改 就是原來在 無形文化理想這份的名像 他們指之定義 民藝書及 挖文物文像 還有傳統藝術的設施 每個特殊的記憶補存者 是第三項,但是剛才提到那五項的Binesco的概念,完全是沒有,但現在在進一步的改修改, 但修改裡面還是把民俗放進去,所以就又用到,有成為民俗的文化和保全上面。 法先生有提到,以另外一步的發展是原住民族專法,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本來在一個文化,在一個國家裡面,文化資產法應該就只有一個,但它實在是不能涵蓋到原住民的文化資產的發展。 所以現在,原住民之作業的生意是人命定的專法。 本來這專法的概念是,人之主的負責的修法,原來是朝專章,有個章叫做原住民專章,但是原住民專章有點困難,修法也有點困難。 所以他們就希望,乾脆就定一個專法。 專法就好好的從頭開始來釐清,這個文化影響的一些性質。 因為我們比較理想的動作,就定這個。 也許哪一天? 經過長久的時間,也許人文化庫的這個文化,這法可能最後休息也有可能需要跟這個一樣的不同。 但是這是一個新人的發展的改方。 明明會正在做這個,整個裝感的之地。 機會難得,你們有什麼人還有意見? 我關於一個小事,就是在定了這個法,或者說只定了以後,然後後面政府要做什麼。 譬如說,譬如說周族那個-B定了,那之後他會定期去檢核說,有沒有照著你提的那份報告書裡面完的。 我要做檢核,如果你沒有,哪一下沒有讓我打勾不符,我們就要把它撤銷。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規定,或是他有花預算要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其實沒有。 那所以其實有。 有。 有。 差別。 沒有什麼差別。 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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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鼓勵性的作法。 好像說,如果被指定之後,每一年的遺死的時間,你要身體補助,他們會有些反徵。 就是按照你一定為止,不在使得罪,你就會申請他們一些補助。 但是也因爲如此,所以我們本來建議說,如果你要指定,你會有國家,那有一個方法, 全部原住民,只要他們傳統,全部都做事就好。 國家嘛,你要保存這個,全部都做事啊。 就是,也不要,不在也不要管,就全部叫個部落。 部落愛自己說他是國家製品,你就讓他自己, 沒有部落就讓他自己,你就付權,impowerment,付權給部落去,做這事情。 有那個文化裡面內部去做,但是他們也覺得,文化部也覺得這太刺激了一點。 這個那個經費,他們都沒有負擔。 所以沒指定一點,他們就覺得要擔心經費。 台灣其實,文化資產的發展部分,非常弱勢,非常地弱勢。 就是台灣現在的,文化也很弱勢,都是創新的,很怪吧? 創新,創新,都是做文化產業,文化資產的發展,非常地少, 所以使得管這個文化資產的民資權。 因為每年幾十萬,幾十萬,越來越多,現在十四個, 平均每年就要固定地放在這些身上, 應該如果平均一個五十萬的話,十四個就先起來了。 五十萬的話就五十四個就先起來了,固定。 所以,這個記者在原著名的文化法文裡面,我們會把握。 你要是不是認定為自己的文化化產業, 他們是由部落自己決定的? 所以,那個環境,非常多的是部落不決定。 自己圖群,自己圖群,自己圖群。 當然,這個當然也有人,文化庫人的分家會議, 就會問說,那你機會怎麼還來? 我再說吧! 因為沒有錢還是可以辦事嗎? 因為文化已經存在這麼久了。 但是歐陸的, 文化已經存在很久,為什麼需要保護? 的確是,是一個大陸, 因為它的確是有一些正在消失大陸。 所以,如果有一個機制, 可以讓這種文化意識, 可以發展一點作用的話, 因為文化內部裡面, 我們講不要講國家, 國家它一定是要,聽說是要, 聽說是要保護, 對於這個威脅的一個社會那一層。 但是文化內部也有, 文化內部也有一些人, 是啊, 不確是, 我們每個消失, 一市開始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 諧稱出來了, 它蓋的都完全不一樣, 但以前兩層樓是可以在的, 為什麼現在蓋不出來呢? 這個就很顯然, 就是Loss, 大陸的差了, 等等, 這些, 這個我們明明性裡面的, 這個年輕一代, 如果沒有一套方法, 去推動, 去推動, 但是呢, 我說這個, 如果有波羅自己的決定, 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也可以不要錯誤, 你知道意思嗎? 你自己願意要, 剛才聽到我們說, 意願, 自己有意願要保存, 認得, 自己意願要跟人家分享, 這個文化就會覺得, 但如果不要的話, 在《孤星話》一場, 叫定定裡面, 你應該要, 不許就這樣, 就幹嘛用自己的決定? 不是, 所以就是一個, 大概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 你剛剛在講到十四項證明, 已經被指定了, 事實上裡面, 最少有三項是跟媽祖有關, 媽祖病, 我們沒有一個人會, 在座會任何媽祖病為, 所以他為什麼需要被指定? 所以剛剛說保存, 媽祖的信仰並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保存的意義是什麼? 好, 那另外一個, 其實你也在前面演講的時候講到說, 文化本身是活的, 他在動的, 就像邪稱, 邪稱我不會說他是負面的, 當然表示他以前某些技術他失去了, 可是他有了一個新的創造, 解決他現在面臨的問題, 因為他要維持兩層樓跟這個形式, 好, 那所以文化在一直在改變, 那我們要指定哪一個東西, 就等於說他時間靜止在那裡, 那一個地方, 那個這個文化, 那是最可貴, 或者希望可以保存, 我想這是一個太基本的一個問題, 一定你已經有時討論過了, 可不可以說? 前面那個問題啊, 的確涉及到哪, 媽祖為什麼會被指定那麼多? 因為他powerful啊, 不是更powerful, 對的事實上也要, 不但是國文化內部的政治的方法, 還有對岸的因素, 還有對岸的因素, 我是加速的啊, 是加速, 這兩次加速, 對岸一直在指定, 在搶這個文化的, 這個媽祖的正統, 這個被一個台灣文化認同多重要, 它不是立即的危機,但是它有可能變成編名,變成對岸的,加速了指定,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那種兵臨危險危機的, 這只是真正的文化主義的效果,不見了,而是說文化不對。 這也是,UNESCO在做文化傳說,我覺得它可能是史料所未起,因為它在操作,各國在操作,尤其是國家的力量在操作的時候,出現了這些問題, 它的確是自衛所,那台灣現在還有一些,因為媽祖的這種興盛,但是真正代表台灣的是什麼? 有一個可能是移民,但是不太像媽祖的移民那樣,從福建,從年過來的,至少這個移民可能有一個特定的點, 因為媽祖還有那個祖元,虎田,就這樣是跟中國人連結在一起,還有這樣飄過來的王爺, 王爺也有兩項,這不是偶然的,根本其實是在,台灣其實也有一些在講說,台灣本土的東西是什麼? 王爺的信仰,雖然是從對那樣過來,但是沒有確定是同的那樣, 但是在這邊,現在把它界定為台灣衍生出幾百幾千座,在地的台灣王爺, 台灣王爺也很多,這真的是太神奇了,他們覺得這是重要的, 正代才會,西港掛人,這個南國衍生更是積極,後面還有,東港, 東港有西港,對南國衍生更是積極,會繼續出現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跟國家,另外一個呢,這的確是在文化議場保存的時候, 那這也正是,人民學家應該做的研究,我認為剛才那個議題是應該交給普通文化, 因為普通文化人,到底允許這種創新造成的程度,其實是差異不大最大的,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保守不得了,尤其是跟宗教儀式連結在一起, 只要跟信仰方面就在一起,但是保守不得了,比方說, 他會不會有變法,因為這個庫巴很重要, 那如果要觀光客一從西邊來, 我們就把庫巴轉給迎接,迎接觀光客, 迎接大量進來的陸客,超大把招跳,也會, 因為這不會, 不是, 所以方向上,在桌子上,方向上, 的確,關鍵的信仰上,不會改, 但是呢,向上長的, 向上長的,向旁邊長的, 周祖沒有定義, 所以,雖然協稱有人有意見, OK,可以, 因為左右同樣一個字, 對於周祖來講,很有趣喔, 左右同樣一個字, 不要弄,也可以講左同樣右, 周祖, 周祖怎麼會特殊的左旋, 沒有,不左不右, 這有什麼意義嗎? 不左不右, 有這種文化, 因為現在非左即右, 左不右是周祖的很特殊的文化, 左右,所以他協稱出現了, 不會出現,都在哪邊,哪邊,哪邊,哪邊出現, 他沒有碰到,還往上了, 他也沒有利益, 所以這個, 這是他們接受的, 所以我們在看, 我們就對於周祖的文化, 來這個理解, 雖然有意見, 老人家說這樣子, 欸,這個怪怪的, 他們還是做啦,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是可以可以, 竟然還是出現, 或是說他們那個竹子, 哎呀,這個好好一個建築, 綁一塊在旁邊, 很奇怪, 好好一點點, 像長一顆字, 很奇怪, 把他去掉, 不會, 一定要在那裡, 有些人覺得, 嗯, 很危險, 這是重要的價值, 特殊也, 也是綁在那個位置, 但是讓他到地下去, 所以到後來也看不到, 但是他一定有一個柱子, 就是在地面下, 還是綁在那裡, 所以東北邊的, 角落的那個柱子, 是最重要的領域, 會在那裡, 他現在, 再怎麼樣改, 本來是在上面, 可以在下面去, 但是形式上, 還是被接受, 所以文化上面, 有一些是文學, 所以這個我覺得, 這是應該, 要看各文化, 怎麼樣去做他, 那定在那個領域是, 如果假設, 就是文化本身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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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文化, 這個就有些東西, 是可以解決, 那也不會, 會碰到, 剛才剛才, 剛才聽到, 文化遺產, 就像現在的生活, 他一直在變動, 所以我們不能再過去, 讓故障在那裡, 但是裡面應該有些規矩, 這一規矩是, 在外面, 我們自己去定義處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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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文化資產, 你要, 他一定會有一個, 指定登錄的過程, 相對的一定有廢紙的過程, 可是這樣聽起來, 無形文化資產, 幾乎要把它廢紙幾乎是, 好像不太可能, 甚至是, 上面去檢討, 我想說, 不知道值得這房源儀, 今天是甚麼? 對啊, 你怎麼知道? 就是沒有辦法, 現在沒有廢紙幾乎, 想要退場都不行, 沒有廢紙, 那不是只有無形文化一場, 其實台灣所有的, 有形也是一樣, 建築的那些也是一樣, 其實都沒有退場幾乎, 這也是現在在修法的時候, 可能說, 恐怕要修修修, 但是呢, 如果就無形文化一場來講的, 他其實沒有退場任何問題, 如果說, 假設剛才能按照文化的概念, 去指定這些文化一場, 使得這個不容易自行, 來幫這些文化一場, 他就沒有, 他其實應該是沒有退場, 退場問題是來自於, 八年代之後, 清拐主義對於文化, 進行管理, 進行管理出現, 出現了這個議案, UNESCO常常建議, 各個會員組要, 要仔細地進行, 要密切地進行, 退場的額事, 所以他們常常警告一些國家, 日本的北川, 那是那個, 岐阜縣的合掌村, 被指定的現議場, 他每一年都受到, UNESCO警告, 你在那麼多的公安客, 你再不做好好的維護, 就幫你撤銷, 這就是, 這個, UNESCO其實有非常多的國家, 有一個检查機制, 在執行他們, 希望維持住, 定早的, 靜態的, 某一種時間, 跟現在無形化一場, 我們其實是, 差不多是不一樣的, 我想他有一部份, 還沒有來得起講, 其實為什麼這個, 指定這麼多國家在爭取, 或者以台灣來講, 國內自己在爭取, 是不是也是因為, 跟後面的觀光的利益有關, 所以他一個, 他不只是一個, 收上的, 一個會議其他能作為, 那我想, 我們就再一次, 謝謝王老師, 我們就暫停在這邊, 這之後, 你們如果可以攔截出他, 跟他再繼續請教問一次, 我們就這個, 後門就不會再關了, 好, 謝謝, 謝謝,